你见过男女摔跤比赛吗?都说男女有别,男女实力悬殊比较大 但在越南的摔跤擂台上,就有许多女人直接无视男女先天的差距 选择和大块头的男人进行摔跤比赛 有的甚至还获得了比赛胜利 话不多说我们马上进入比赛 两位选手十分的生猛,刚开局就直接碰到了一起 女人抱住男人的头拼命的往下压 男人则凭借绝对力量缓缓站起来 女人见势不妙赶紧往后倒想要顺势将对方摔过去 奈何男人的体重太大,他并未得逞,随后男人迅速将女人压制住 看到这里可能大家有些不明白 怎样才算摔倒,怎样才算赢 为什么女人已经趴下了,男人还在各种操作 其实在摔跤规则里面,要将对方摔到双肩着地才算是摔倒 因此男人一番操作的目的就是为了将女人给翻过来 要将他压到双肩着地赢下比赛 但就在男人即将赢下比赛之际 女人表示沙子迷了眼,因此比赛被暂停 经过女人一番处理后,比赛重新开始 然而这一次,男人怎么也没想到 没错,这个强壮的男人被一个女人给秒杀了 不知道老铁您认为女人是凭实力赢下的比赛 还是男人犯了谁呢? 不妨发表一下您的看法 喜欢格斗的老铁别忘了点上关注 我们下期更精彩